好美国现在可能是无心来处理这个南海的争议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面临这个国内的这个总统大选 我们来看一下川普之前在造势活动上遭到了枪击 但是呢FBI7月26号发了声明认定说 他的诱饵就是遭到子弹给击中 好换句话说直接是反驳了自家局长的质疑了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贺锦丽的部分 贺锦丽呢因为前总统欧巴马一直都没有力挺他 但是现在呢已经有了 欧巴马在X发文当中有说 跟妻子呢还有一起打电话给贺锦丽告诉他说 全力的支持他 另外有关于这个最新民调的部分 华尔街日报7月26号公布 结果就发现川普跟贺锦丽两个人的这个差距 已经慢慢缩小了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将军 反驳了自家局长的质疑 这个是尤其是自家局长针对这个川普 到底是不是遭到子弹击中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 这是不是蛮不寻常的 我认为这个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这个要去冒这个险 干净冒这个险 有真的子弹的飞过去 这个要在众 这个多少人多少双眼睛在看 这个想要去作假的难度非常的高 对 如果那个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可以坐手 比如说在游街的时候 那毕竟在动态嘛 演讲的时候人是站在台上是静态的 你就站那个地位置 你不会跑来跑去 但是你在游街的时候 那人群就是少了 你在现场的时候人群 好几千人 你在游街的时候 旁边再站满也没有多少人啊 就跟甘乃迪总统被刺杀 就那些人而已 这是动态的 动态的状况之下 可能见证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他是在游街游车的移动状况之下 但是问题那是静态的在现场 所以想要去在那种 在这种静态的之下想要去坐手 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认为现在如果贺锦丽推出来了 我认为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那将来选举的话就是 共和党民主党各自归队 那各自归队的话 你看两个将来的票数 两个将来现在的民调都会慢慢拉近 因为本来就是旗鼓相当的嘛 就跟在四年前 那个川普跟拜登 那拜登 因为川普一直认为他赢了 他不会输啊 后来拜登险胜胜 因为美国是选举人票 谁拿到270票 选举人票就获胜了嘛 后来这个川普他还赖账 因为他总票数 他认为他总票数超过是这个样 但我认为所以在这个阶段 因为还剩下三个月 那换叫做两个 这个拉近是正常的现象 那我认为决战就是那七个摇摆州 那七个摇摆州 有宾州啊 威斯康辛州啊 还有我们讲内华达州啊 还有北卡啊 对不对 还有乔治亚州 这些七个州 我认为他们是会 这两个双方啊 不管贺锦尼也好 川普也好 他们会把这个重点放在他摇摆州 因为摇摆州决胜部 摇摆州的这些游离票 怎么样去争取这个摇摆州游离票 大家都以各自归队的话 共和党的这个基本的票仓 跟民主党基本的票仓 大家想要去抢 也还蛮难搬动的 花那个力气 已经把它放在这个七个摇摆州 那七个摇摆州也决胜部 那现在为什么川普能够赢呢 他可能在这七个摇摆州当中 目前共和党 共和党战的是稍具优势 所以川普在这一方面 他就赢过贺锦尼是 在摇摆州目前的状况之下 是绅士领先 那贺锦尼怎么样去把这些 摇摆州抢回来 抢回民主党 那我都认为不是光靠贺锦尼 也包括她的队友 就是要选择参议员跟众议员 要改选的参议员跟这些众议员当中 贺锦尼能够拉到多少的支持 也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没有帮他一起把这个绅士 做大造好 有没有办法 那因为这个川普在四年前 他丢失了这个总统宝座之后 他在四年中都在情情的耕耘 并没有说他这个就 这个站离政坛之后 就远离了这方面的 跟选民的接触 还有这个在媒体的声量 我认为川普在这方面 并没有降低 他只是说他有司法缠身 缠绕了他了 他被框住在那边 但是川普的活动力很强啊 而且在这一方面的话 他的资源也相对的雄厚啊 所以要让他讲 贺锦尼想要这个翻身 这个取代 我们所讲的拜登这一方面的劣势 他还是要发很大的功夫 才能够转败为生 好 但是我想问一下立将军 其实就是只要你菲律宾 信守承诺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呢 也是会允许你派名船 来运送生活物资吗 我觉得其实蔡委员刚刚讲的翻译的话 我也有我的翻译 是 我的翻译是王毅跟他的菲律宾外长讲的话 他三点协议 第一个就说 我告诉你 人爱教是我的 你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 那菲律宾外长说好 第二个 我同意你基于人道立场 我让你送东西上来 让饮食啊 这些人道东西我让你上来 可是要经过我的检查 他说好 第三个 你说这个破船以后 你还是要拖走 对不对 但是而且你不准在上面加固 那他也说好 第四句话 我跟你讲 他讲这句话 你听他讲 你不要再反悔了 上次已经给你教训了 6月17号那支 你已经知道 这是我给你一个台阶下 我不要逼你 现在就把团托走 但如果说是 你才不听话的话 我后面就大棒伺候 对不对 大家等着瞧 所以我觉得 这个王毅 跟菲律宾外长讲的话 很明白的 尤其是 他虽然说讲了说 是这个临时协议 其实很明显的就是 重点是在第一句话 他第一句话就是 人爱教 那个岛教是中国的领土 然后这不得反悔 然后我现在 因为你小马可是 你可能在你国内里面 你必须还是 你好歹是个总统嘛 那我打脸 我还是要留点情面给你 所以我这时候不对你动手 可是你自己就 这个还是要按照我们协约来 如果你后悔来讲的话 那我下次动作就会更大 那这次协约在什么时候协呢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为什么美国跟菲律宾 这次会服软 会这么认输 然后不但认输之后 你看看王毅这次他讲了这些话 对菲律宾外长 他说这个很火爆 这种火爆就是把菲律宾外长叫来骂一顿 对骂得很凶 我就不相信 菲律宾外长敢跟王毅 讲一些比较重的话 那应该就是王毅用比较凶狠的口气 对着菲律宾外长骂 那哪来了这种口气 我跟你讲外交上面很重要 就是还有军事上面的实力 你才可以讲出这么重的话 那我们看到什么 之前一连串的事情下来你就知道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觉得南海电子战里面 那美国很明显的落败了落后了 那个12个小时的电子战 那菲律宾大概也自己本身也被这个电子战 电磁波遭受到慈余之殃 整个铝瘦脑的北部 所有的电子都坏掉了 他知道这严重性很大 如果说解放军在这边对他实施电子战来讲的话 他很多电器设备或者很多通讯信号来讲 都会中断掉 所以菲律宾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性后果在哪里 那美国也知道说在这个地方来讲 我没有在地的优势 我从飞机飞这么远来 飞一个这么好的咆哮者电战机来 在这边我还是打不过你的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知道自己在这方面来讲 没有在地优势 第二我觉得说是大陆来讲的话 它很明显在5月15号的时候 它公布海警3号令生效以后 6月15号生效 6月17号他马上就动手了 而且动手之前他做了什么动作呢 他公布了 大家我想印象大家还看得出来 马特雷3号那个菲律宾士兵 不是拿着枪对着这个中国的海警 拿着枪对着他 这个解放军就公布那段影片 你敢拿枪对着我 这给我一个下手的礼物 再来他去割断那个渔民的这种渔网 他去基于这两个礼物 等于先铺陈了我下手的礼物以后 6月17号就动手 那这是这个海警 中国海警有没有铺陈 有哦 它在什么地方铺陈呢 你看看它要公布什么 它说马德雷3号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侵在这个地方 你破船造成海洋生态 破海已经破坏了25年了 这边的海洋 散乎胶什么都已经 都已经这个枯死了 整个海洋资源都被你污染了 那你这条破船 侵在这个地方已经25年了 然后这边周遭的海域造成很大一个 生态一个破坏 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代表说我要动手了 对我师出要有名嘛 我去托你船 这是我的领土 你把这个垃圾船放在这边 丢在那边25年 造成这个海洋生态破坏 这我现在动手就师出有名 我就可以公然的借着 维护海洋的生态 跟海洋的资源 我要对你动手 所以菲律宾知不知道 中国要动手 知道他要动手 所以这个时候赶快面临的就是什么 就是上个月我们看到两国的这个副 外交部的副部长级有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以后出来就马上出来这三点的协议 所以就是看出来 美国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美国把提风系统撤回去了 所以我们看出来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在南海的这个美非跟中国的这种互相的一种斗争方面来讲 美非来讲是很明显的就是辅软了 认输了 美国就把中岛系统就提风系统撤走了 那菲律宾来讲就签了这三点的合约 这三点的合约最重要第一点 他承认人爱交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那中国就是基于人道立场 让你可以继续做补给 然后但是你不可以运送后续的物资 然后之后这个船我还是要脱走来处理 那现在来讲我等于给你一个台阶下 给你小马可思留一点颜面 在你国人面前你不要给你太难看 我觉得菲律宾自己应该要看得懂这种形式了 最好不要再出尔反尔 免得来讲的话 那下次如果说解放心动手就不给你马可思面子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会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颅会 还有大量的年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会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好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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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